六港藝術村祖川藝術家楊秀春是一名真愛蔡薇的外家 在了平常時的創作以外 也將蔡薇帶進去生活當中 和辛苦兵業部品加以蔡薇 不然讓民間變得更有藝術家 大家也可以欠收藝術創作的快樂 今後蔡薇楊秀春是六港藝術村連鎖兩次創作藝術家 為了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作品 他是選擇來到六港藝術村創作 也希望在這個UK很多藝術村 提供他平民藝術的概念 那我是因為在學彩繪的過程當中 覺得花會非常的大 所以我希望在六港能夠推展平民藝術 藝術生活畫 那在六港這是個非常美的地方 特別是我們這棟建築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純樸很幽靜 是一個推展藝術最好的場所 那我在這裡有我很多的工作夥伴 比如說我彩繪我結合拼布 結合皮雕 結合書法 所以我跟我的夥伴到這裡來 我們希望說從入港出發 把彩繪能夠發展到全民家庭 在這裡平民藝術的概念以外 他也努力提供藝術生活畫 在生活中的部品 加以彩繪 如果變得更漂亮 也先為一件獨一無理的東西 我推展的是藝術生活畫 所以你看從我們身上 從家裡所用的 你看比如說有鞋子 點心盤 糖果盒 還有皮包 帽子 然後一切 其實我們在生活上面所看到的都可以 像女孩子如果衣服舊了 還可以舊變新 那我們新的東西因為經過彩繪 可以新就可以變成獨特 所以我們在推展的是 除了說把彩繪 推展到家庭 推展到生活之外 我們希望你家裡的舊東西 可以變成新的東西 因為彩繪讓舊的東西 有賦予新生命 那也希望新的東西 變成你非常獨特的 非常易於一般的 在今天這次來 提到一張分享老師的作品以外 另外還有DIY的服務 讓大家再回來感受蔡偉的趣味 新中華新聞創龍青 六港 蔡宏報道